對於老戶的方面是比較有保障 我如果是買水貨的話 之後其實有任何問題的話 就沒有辦法找到別人的房子 但是受過很多部分比較難 那你這次還沒做 當然其實最主要還是要看消費層自己本身 能夠對整個部分有比較深切的了解 那你還是要怎麼樣分辨整法的部分 你如果有更深度的話 那麼有需要的問題 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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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像我左手邊這個的話是BSMI的認證 我們都有申請認證字號 然後我右手邊這個是NCC的認證字號 這個我們都是有跟政府申請這兩個認證字號 因為其實說商品都要經過政府合格的審得過後 才是對消費者最有膨脹的 有 這就好 要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般來說,如果以舉例Q8來說的話,我們珍品的話開機之後 它會有說Hello 優勳,然後放品的話,它開機是沒有任何的聲音 那你覺得它們的音質跟你們的比較起來有差別嗎? 當然是在內部的內置晶片的話就有差蠻多的 而且它重低音的部分,也會感覺會差蠻多的 珍品方品其實在品質方面都會有一定的差異 有幫我現在試嗎? 有工意 等一下 穩定 現在完成了 再次開機 再次開機 我們要拍照